还是被我的美色所吸引 你是断舌瑜的生命哲学家 他会不会比较 我觉得你们这些人都嘴巴太甜了 嘴巴太甜了 好 今天让我总共准备了30片的朋友 要跟大家来谈谈 那原则算我预计呢 会中间等一下会给大家休息一次 那我们讲到断舌瑜 我想要跟大家来谈一谈 什么是生命中的断舌瑜 第一个就是断绝不需要的东西 例如我们的家居 我们的环境 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的物品 第二个它还有一个叫做放弃多余的飞物 也就是说这个多余的飞物 有可能在我们断舌瑜的说法 它就是怎样减少这个东西的input 然后加强它的output 让你所拥有的越少 也就是过一个减少的人生 而我今天也要跟大家来谈一谈 不管是多余的飞物 有形的无形的 我们怎么样来去断掉 舍掉 然后让我们记得生命哲学 让它可以越来越轻易 而且越来越感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